浴室里面除了有浴缸之外,当然还有坐便器。 坐便器的冲水方式一般有红溪室、下冲室。 为了节省用水,达到环保的目的, 它们还分别有小冲室和大冲水室设计, 让大家可以按不同的需要来选用的。 但是那当然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行。 在决定选用哪个牌子的坐便器和水箱之前呢, 最好是要求供应商提供实际样板, 包括坐便器和盖板,来水和排水的连接配件, 水箱配件和水箱。 有了所有的实际样板之后, 还要检验配件是不是符合规格, 同时在工地上试验装配并且进行冲水测试, 要一下子都能冲完那才算合格。 另外要注意不同坐便器排水孔的位置, 因为它有不同的流孔要求。 例如直径式150mm的孔呢, 就要配合直径式100mm的排水管。 总之一定要符合尺寸完全搭配才行。 这就好像是插头跟插座一样, 一定要配合才行。 不止这些呢, 还要留意坐便器排水位和地台做好之后的水平。 流孔或者套筒一定不能倒写。 在安装坐便器之前呢, 首先要弃好地砖, 然后清理场地, 这样才可以安装。 至于挤水配件的搅阀, 除了适合咸水使用之外呢, 还要耐用才行。 在安装的时候, 不能用铜油灰, 要用slim胶布。 工友要记住啊, 在收紧缴阀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使劲了, 要不然很容易裂的。 另外, 为了方便维修, 每一个单位的浴室外墙, 都要安装一个咸水挤水分支阀, 而安装位置必须方便人们使用。 这样在紧急的时候, 才能轻易关发门。 这用来连接坐便器排水和排水管的配件, 一定要使用工程师批准的厕所借口配件。 也就是WC Connector。 还有呢, 一定要记住不能电高或者是降低地台来安装坐便器。 位置确定好了以后, 就可以标上螺丝的位置了, 然后按照这些螺丝的位置钻孔。 接着就可以用不锈钢螺丝安装坐便器了。 安装好以后, 一定要检查一下坐便器是不是稳固。 万一要方便的时候, 坐便器倒了, 那就麻烦了。 按安装好坐便器之后呢, 就应该安装水箱了。 坐便器水箱配件一定要符合水务署条例, 同时要适用于咸水才行。 在安装水箱配件和集水连接的时候, 工友们绝对不能擅自改装任何的配件。 安装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一定要告诉供应商和工程师。 由他们来解决,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 那当然了, 工友在紧固集水管和水箱接口的时候, 不要太使劲, 不然的话会爆裂的。 装好以后, 工友一定要确保水箱里的配件完全安装妥当, 同时要调整好适当的水位。 至于拉手位也有操作的空间。 另外还要试一下水箱, 必须能一次冲完才行啊。 没有问题的话, 在交付室之前, 再装上盖板那就完工了。 国强, 你可别粗心大意遗漏了什么。 放心吧, 秉叔,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功夫做到家, 我自己也自豪。 真棒啊。